男女生 然后有不同的级别 看你可以接受到哪一级别 比如说第一集就是互相打招呼 路过的话就说你好这种 这个是礼貌 然后二集就是比如说 就是生日的时候给他送礼物 也可以的 这就二集了是吧 对 随便说的 然后三集就是 互相吃个晚饭 互相吃个晚饭 就一起吃个饭呗 然后单独的 可以啊 如果是有什么事情 或者是约一约朋友之间 可以理解 然后四集就是可能 看电影 或者是伤心的时候 找他打电话 这个我觉得就是会有点 有那么一点点开始暧昧了 因为我觉得看电影其实 是比较私密的嘛 因为两个人就是会 全程都会待在一起啊 这个过程也比较 比较长一点 如果有情绪的话 打电话的话就是 我觉得是看两个人 安慰的那种方式 是怎么样一种方式 对啊 所以你有什么 好的异性朋友吗 好的异性朋友啊 嗯 我有一个发小 嗯 对 就是很小 大概十二三岁那会儿就 就认识了 一直到现在 但其他的就还好 而且就是我的那个发小 他即将要结婚的老公 就是我介绍给他的 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对 那这种我觉得就完全没有问题 对 比如说如果真的有事情 或者就搭朋友一起 可以比如说带上自己的 另一半一起去吃饭什么的 这种是可以的 对啊 对吧 然后呢第五集 想不出来了 比如说我两个人一起去旅行 或者去游乐园 嗯 电影都不太行 游乐园就 嗯 对吧 然后旅行的话我会觉得 这个有点不太能接受 对我了 就两个人单独这种 对单独旅行 这个实在是不太能接受 嗯 但如果比如说几个人一起这种 几个人一起人多一点 有女生有男生啊 就人多一点这样的话 我觉得还好一点吧 嗯 这样的吗 嗯 因为 你两个人的话 就是有任何事情 其实 只能是你们两个人 互相去照顾 但比如说如果多一个女生 然后就 女生之间可以互相照顾 嗯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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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